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今天的影片來看一下本次的武將試煉 如何達到接近60萬的超高分陣容 馬上進入武將試煉的畫面吧 目前我的分數已經來到了59.8萬 關鍵就在於我們要把難度係數倒數第二個 這個反傷也勾起來 搭配一些特地的戰魂以及武將試煉的點法 是可以有效的撐過第九回合 甚至把敵方武將給全面 直接給大家看目前微笑的陣容 其實跟上次的奇測 基本上算是一模一樣 由於我們的鄧愛在奇測中 有非常高額的傷害 重點就是在於戰魂的部分 全部人都要帶治癒不息 我們非常好用的治癒不息又出現啦 只有在奇測的時候會很好用 帶治癒不息的原因剛剛也有提到了 就所以我們把倒數第二個的 武將難度係數給打勾了 只要帶治癒不息 有非常高額的奶量 讓我們順利的撐到第九回合 至於潛能的部分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跟上次差不了多少 所以一樣把潛能的點法放在畫面上 有需要的可以參考 緊接著看到試煉加成的點法 依照正常的邏輯來說 大家都會先把攻擊力點高 追求傷害的最大化 但是由於我們點了反傷 所以必須分一點點數給生命 讓我們撐了住第一回合以及第二回合 這樣才有辦法順利觸發治癒不息的效果 最後直接來打幾場實際戰鬥給大家看 這套點法的平均傷害量會有多少 第一場就直接全滅啦 打出了57萬 57萬在我們這幅的排行榜 可以直接進前五名了 非常的高 很輕鬆就可以打出高的傷害 第二場 第二場剩兩隻 也是打出了50萬左右 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也是團滅 打出了57萬 所以說大家如果有曹P跟鄧愛的話 可以照微笑的我這一套點法 是很容易打出排行榜前幾名的 那至於其他只有單純呂布 跟貂蟬婦女隊的玩家 我實際測試過 用這個方法是行不通的 他們的傷害量太低 但是如果你們本身有馬雲路的玩家 也可以看看 馬雲路其實它有奶量的情況下 說不定也可以打出那麼高額的傷害 那本次的無限挑戰就介紹到這邊啦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